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年来他都决然一生 为了让乔治的基因传递下去 神们还做了各种尝试为他配种 但均以失败告终 1971年 孤独乔治在平塔岛上被研究人员发现 变成为厄瓜多尔加拉帕哥斯群岛的象征 他在厄瓜多尔国家公园待了有近40年 悲伤的是 2012年6月 孤独乔治被发现死亡 享年达100多岁 在陆龟中只能算是青年 之前尽管科学家们多次撮合 他和类似陆龟亚种的雌性交配 他却对异性丝毫没有兴趣 因此生前没有留下一男伴女 不过大家不要认为 拉帕哥斯象龟全都没了 这只象龟死亡标志着一个亚种灭绝 据悉 乔治离去宣告平塔岛亚种灭绝 加拉帕哥斯象龟15个亚种 只剩下10个 几百年前 位于东太平洋的加拉帕哥斯群岛 曾是象龟的天堂 它们体型庞大 最大的象龟能长到接近2米长 超过200公斤重 寿命可达200岁 然而随着19世纪 古今行业的发展和海盗猖獗 加上外来山羊对栖息地的破坏 近200年间象龟的数量锐减 至今仅存2万只在岛上生活 一点点走向灭绝的边缘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